用衔助。 好、各位同學! 這門課是機械人學多軸懸疑機 這門課是給大市研究所的選修 主要是給這個領域 機器人或是懸疑機領域 介紹一些他會用到的相關的知識 那好,我是陳登虎 這門課是三學分 是連這三節課上 那先輩知識呢 其實如果你不是機械背景的 大學部不是機械相關科系的 可能會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會用到 Dynamics 用力學二或是動力學的部分 然後還有這個控制系統的部分 就是你們大三修的控制系統 那其他就是像Linear Atropera 這個應該都有學過 所以先輩的能力其實就算 只用你機械系的同學 你有畢業應該都OK 那這門課的其他知識 就是從這個研究上用到的東西 像是從Paper上面的相關領域 我們研究所有的會用到的東西 我把它collect在一起 變成這門課 好,那這門課呢 主要是描述簡單的robotic system 所有的像是坐標轉換 然後Kinematics和Dynamics 這邊我會講到 那第二個就是Kinematics 剛剛說的 我們這邊特別是針對多軸無人機 那多軸無人機我們是介紹它的動態 那它的飛行模式 為什麼這樣飛 跟它的動態要怎麼去看 然後最後介紹控制器 那第二個是Motion Planning 它的Motion Planning跟一般的 像是雙組四組機線 或是跟車子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有特別設一個方法設計 Motion Planning給多軸無人機 那Perception指的就是它的感測方面 因為像機器人有很多感測器嘛 像是CAMERA、LIDAR、IMU這些 那它們都會用到 它們都是機器人的眼睛 或是感知環境的一種能力 所以我們會介紹 我們如果把Sensor 然後轉換成無人機可以用的 用來感知環境的一個訊號這樣 那接著是Navigation跟Control 那Control我們這邊講的 不是那一種 比如說一般的PID 我們會介紹Lon Linear Controller 就是一般 它的跟PID 我們知道是線性控制器 那我們講的是非線性控制器 那它的效果 Control起來效果會比較好 那接著呢是 第六個是這個RAS Robot Operating System 這個是 我們不會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因為對我們來說它只是一個工具 所以我們介紹 告訴你說它怎麼用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 這門課的演算法 如何你把它寫到這個RAS裡面 然後可以讓它真的 機器人可以去 真的照你的意思去飛這樣 根據你的演算法 好 所以前面其實 那第七個是系統的整合跟實驗 這個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會斟酌一下 因為如果真的要做完 可能時間一定不夠 所以這個我們到時候會再看 根據時間的那個進度來做安排 所以這樣看下來 這七個主題 其實我們的Focus 是主要在演算法部分 就是告訴你 怎麼去 用這些演算法來解決特定的問題 像是Motion Plane 軌跡規劃 Perception 或是Control這樣 那這三個也是主要在 Robotic System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好 那教科書 其實有關 當然讀著無人機的教科書並不多 那我就是大概列一下 這個那你不用去買 因為其實我的教材都是自己編的 然後線上收集資料 那同影片我也給你們 我用同影片的上課的方式 所以事先都會給你們 那單元分配根據這個分量比重 你可以看到說大概就是 你看 Kilematics Dynamics就是講的九週 九個小時佔了三週 那跟Motion Plane一樣 那Estimation 就剛剛的Perception Megation Control 這個就佔了36個小時 這四門 四個重點就佔36個小時 也就是演算法部分佔了36個小時 那Reras的部分只有一週 就下週而已 我們只是介紹你怎麼用 怎麼做 它的系統裡面怎麼運作 讓你可以達到你 imprime你的演算法的目的而已 我們不會深入去講 因為網路上的資料很多 那你已經有需要再去進一步精進 好 那其他就是比較零碎的 像是實驗 這個實驗的部分 或是Project部分 可能課後 要再花多一點時間 然後我們不會再上課做 所以我們的配分比重 Homework大概 每週都有 然後是10% 那主要Homework 都是在Reras上面做 就是要寫程式 我們就成出一個題目 然後演算法 然後你用 把那個程式 用程式來把它也實現出來 這樣 那大概每週都有 我們是把它放在GitHub上面 那我們可以去下載 然後算完之後 再update到你們的個人的GitHub 這樣 那有個Mid Term 有的Final Exam 各佔30% 那Final Report 也是30% OK 好 那主要上課方式 就是Lecture 投影片 那會由我上 TA是陳哲惠在這邊 就一位 接著就是每週的安排 一開始我們先介紹 什麼是多少無人機 那下禮拜是放假 第三週呢 是介紹Reras 就一週就把它解決 那第四週以後 就開始進到Kanimatics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會介紹的Order Angle啦 或是Quaternion 這是比較少人教的部分 那Dynamics就是在第五週 因為這邊Kanimatic 這邊Dynamics就是牽扯到有力 有牛頓第二頓頓頓頓頓頓頓的部分 在第五週 那第六週就是一個 convex optimization的介紹 因為這個常常我們在做Perception的時候 會用到我們一個最佳化問題 我們怎麼去解決 然後用這個convex optimization方法去解決 那第七週是清明廉價 那回來以後我們就會馬上做期中考 所以其實考的不多 只有主要就是四五六週 那第三週這個Reras我不會考 這個系統方面不會考 不會考你怎麼操作 主要是演算法方面 那第九週呢就是姿態的顧測 無人機姿態顧測 我們用的一個方法叫Magric Filter 那第十週就是Quadratic Programming 因為它在做路徑規劃 我們叫做第十一週這個 minima snap trajectory generation的部分 我們會用到QP 所以我們在10和11是綁在一起 是10和11週 12週會介紹我們的飛機靈性控制器 叫Geometric Controller 那13週是它的穩定性證明 10至15就是介紹 Caman Filter Extended Common Filter 這兩個大家應該比較常見 那還有Uxtended Common Filter 這是比較少見的 那我們比較常用就UKF 所以我們會花兩週把這三個介紹一下 那最後就是Final Exam 然後17週是段午節放假 然後最後是Final Report Final Report 然後我們會再告訴你用什麼形式 然後去年是就是無人機的 在模擬器裡面的實作這樣 因為沒有時間到做真的的實驗 好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這邊的課程呢 其實當初的目的就是 訓練從大學部學生 那它在大學部進到研究所之後 它可能缺少一些 knowledge 還有這個會用到的 tool 我把它整理完之後 然後變成一門課來教給大家 所以之後如果你要進到 就是說在我們實驗室的話 一定會用到 大概用到大概七八十%的東西都會用到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robotics裡面都常見 只要你不管你讀什麼paper 只要是robotics 不管是車啦 人啦 人型機械啦 或是車 無人機 這些基本上你都會看到 隨便找一個topping 一定都會看到 那這邊還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的話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實驗室做過的一些無人機的應用 OK 好 那這是都是無人機的應用 那以下都是我們實驗室做過的一些project 好 那第一個是 這邊我有五個 第一個是aggressive fly over uvvv 就是我們用uvvv 然後做快速的飛行 在室內 在實驗室環境 然後讓他穿過一個呼拉圈 那基本上他呢 因為是高速穿越呼拉圈 所以你要用人飛 除非你是這種專業級的 不然應該很難 兩次都飛一樣的軌跡 幾乎是一樣的軌跡 然後穿過去 看一下 好 所以兩次他飛兩次 他不是重播 他基本上是分兩次 那軌跡基本上都是一樣 好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之後 未來 甚至6G你可以看到的無人機的應用 比如說他這邊有個 有一個基地台 那他可以透過無線網路呢 傳到一個 AIRShip 一個比較大的 像飛船的一個station 那station 他有無線網路在分給下面的無人機 那無人機再去追 比如說三個人群 分三台無人機 然後 這些無人機的目的就是要跟著這些人群 然後去提供他們無線網路 基本概念是這樣 那我們無人機的目的就是要去追好這個AIRShip 因為他這邊有個 這邊是高速網路 然後他的網路的 無線網路 他的這個beam是有方向性的 所以我們必須 無人機必須保持在他的正下方 或是特定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 在這個情境裡面 我們就是控制無人機 保持在他的這個飛船的這個點下面 所以飛船移動的時候 我必須跟著他移動同動這樣 那我們這邊有貼一個marker 這個是Apro tag 我們貼在這個飛船下面 那這個tag可以被無人機上面的 CAMERA看到 也就是這個CAMERA 所以CAMERA去看這個tag 那根據他的飛船的移動 去判斷我要移動多少 所以他的SENSOR 他的Possession是透過CAMERA 然後Control就是一個Tracking Control 那這是簡單的Control Block Diagram 那進來的是我的Apro tag的 我設一個Desire Position 就是我把Apro tag呢 保持在我CAMERA畫面的中心 那只要有誤差 我就會去透過控制器去補償 補償的時候 還有一個 就會產生這個CAMERA的Velocity 進到無人機 然後他就會去移動 產生新 移動到新的位置 那這邊是Feedback的部分 你看我們會用到UK 因為這個Tag呢 CAMERA看到這個Tag 它只會提供位置資訊 它沒有速度資訊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這個 Occidentic Camera Filter 去得到速度資訊 然後當作Feed Forward 進到這個CAMERA的Velocity裡面 好 那 好 一開始起飛在這裡 那Tag在這裡 所以他現在是在搜尋那個Tag在哪裡 OK 他看到以後 他就會追上去 定在這裡 定在這個Tag的下面 然後保持不動 那時候好像有Disturbance 所以他掉下來 那之後他會 你看 他慢慢靠近 他就保持在這個位置這樣 OK 可以快轉 他就一直保持在這個位置 飛船往上 他就往上 往下他就往下 好 後面都一樣 我就不播了 那這個剛剛是第三人稱視角 現在我們換成第一人稱 也就是在飛機上看到的畫面 那飛機有兩個CAMERA 一個是朝上去找那個Tag 那一個 另外一個是朝前 因為室內沒有GPS 我們靠這個 朝前的相機去做Slam 去做定位 因為飛機本身要知道他在空間中的哪裡 所以這個CAMERA呢 提供他在空間中移動的定位資訊 也就是他用這個綠色線的軌跡 就是根據這個畫面換算出來 那上面這個CAMERA 他一直找Tag 還沒有找到 那等一下他找到之後 他就會飛上去保持定位這樣 你看這個 他找到了 然後他就飛上去 然後保持相對的位置 把Tag呢 控制無人機 讓Tag保持在畫面中間 那這個是他的路徑 那從起飛 飛機起飛到最大的時候的路徑 那這個就是從左邊 左上角這個影像 Visual stamp算出來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有做過 剛剛算是靜態物體的追蹤 我們有做過動態物體的追蹤 所以 那這個是 Title比較長 就是Motion Prediction and Robust Tracking of Dynamics 我們甚至還有考慮到 這個Occlusion的問題 也就是說 當你的Tag被遮蔽物 其中一段時間被遮擋住的時候 我們還是可以保持追蹤 那 這個是 另外會用到的 一個 我們用深度網路訓練出來 車的辨識 那我們辨識不是說 只把車框出來 而是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 看到的這個車 是在幾點鐘方向 比如說 你現在看到車的話 我要無人機知道 你在這個車的幾點鐘方向 那這個是在車的左手邊嗎 他現在看無人機的位置 應該是在車的左手邊 那左手邊應該大概就是290度位置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判斷出來的方位角 然後這自動飛 那我們希望他可以飛到 不管你從哪裡起飛 你可以飛到車的 車頭還有車尾 因為這樣才可以看到車牌 那我們做這個自動車牌辨識 那就可以取代那種路邊收費員有沒有 騎著摩托車然後去收費的那個收費員的工作 好你看他現在慢慢的方位角把它移到0度 也就是車頭位置 那現在判斷是大概45度 340度這樣 車頭位置 那其實呢你在不同方向角去看車牌 那個辨識率都不一樣 比如說你在高鐵停車場 你看那個視角永遠都是45度 對那固定的 可是你換一個 有時候你會發現他偵測錯 他在不同角度 他的辨識率就不一樣 好現在大概在0度 然後移到車頭 所以剛剛的這個影片就示範說 我怎麼我如何從 這個飛行都自動了 那他是要demo說我如何從一開始 不知道在什麼 車的什麼相對位置 我可以飛到車頭或車尾去 所以我們在訓練這個的時候是 不是用一般的 就是自己在收集資料 然後在自己訓練 然後主要是訓練 額外提供這個塞角 這個角度 就是車的車頭方向跟無人機的 heading angle方向的這個夾角 他要知道 然後最後讓這個塞角是0 就是飛機可以移到車頭的方向去 好這是其中一個應用 那這個是剛剛說的 最終一個動態物體的應用 那有兩個實驗 這是第一個實驗 然後這是失敗 好有這畢物 那他這邊 邦利霸其實就不見 那其實他會追丟 所以我們後來就用個 考慮這個問題 我們提出一個solution 那就在第二個experiment裡面 好這個是 euro剛說的那個車的框 那可以拿來做feedback control 那當車框消失的時候呢 他不會追丟 因為他有用這個predition 用accentive common filter 去predite 車的速度是多少 車的速度加速度多少 然後可以在畫面消失的時候 他可以去預判 好那最後是我們有把它用在室內的定位 無人機的室內定位 比如說我們這邊掛一個 無人機上面掛一個LIDAR 這個是LIDAR 然後有camera 那LIDAR是用來建環境地圖 然後做順便換算出這個定位資訊 就是無人機在空間中 位置是在哪邊 所以可以在這個圖裡面看到說 現在無人機的位置在這邊 那這是我們工程 武館四樓的環境 那他要從這邊 然後我們故意放一個 那個路障在中間 然後他會繞過去 然後飛到走廊的另外一端 我們看一下 這他飛的路徑 我們規劃出來是一個藍色的軌跡 然後他會去Follow 用紅色盡量去接近這個藍色的軌跡 好 所以這些都是程式飛的 不是人手動飛的 今天看到的影片都是自動飛的 好 那這個是 多台之間的分散式控制 那這邊跟你在外面看到那個燈光秀不太一樣 燈光秀是 你一旦按啟動 你就沒辦法控制他的路徑 有時候你沒辦法即時改變路徑 那路徑就已經事先都寫好 這個是我們鍵盤可以去操控說 我要他左右移動 那只要一個人控制 一個人就可以控制三台 因為 這邊有個人 Virtual leader 然後他 這三個無論跡會去Follow 這個Virtual leader 所以一個人控制可以控制三台 也可以控制100台 而且是即時控制的 那他們這邊會保持 固定的相對距離 去做這個Formation 那現在是做旋轉 好 這個有什麼用 你想想看喔 假設說你這個現在是 假設你用在國防上面 那有個這個 飛彈打過來 你用這個去抵抗 你有可能比如說 但是你要 要形成一個防護網 那你用這個去 用小台無人去犧牲 那你可能要飛個幾百台 幾千台 那你需要幾個人操作 可能要三百個人操作 每個人控制一台 可是他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 沒有事先講好 這幾台會裝在一起 那透過這種 分散式控制器 它可以保持相對距離 而且只要一個人操控 它可以一個人操控 很多台 而且你可以 即時的去控制他們的位置 因為你不知道 飛彈可能 飛彈打過來 它的路徑會即時改變 你要即時做調整 這個都可以做到 那如果是那種燈光秀 它是事先 路徑就寫在每一台無人機裡面 那其實每一台就是 飛自己的路徑 他也不知道旁邊 有多少台無人機 但是他那個路徑 事先規劃好 就是讓他們 彼此不會 走一條 彼此不會撞到的路徑 這樣 既然事先下 所以他沒辦法改變軌跡 這是差別 不然你會想說 這個別人都做過 對不對 三台而已 人家可能幾百台 不一樣 OK 那 你們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實驗室影片 在這邊都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 大概有二三四個影片 這邊 今天只是隨便 找幾個出來這樣 好 我們等一下 塑膠會上一下 就是我們 下禮拜要上RAS 然後今天先教你們 怎麼去安裝這個雙系統 安裝這個Ninus 然後安裝RAS 那這樣我們下禮拜才可以 直接就上手這樣 好 沒問題的話 我們先休息個十分鐘 我們再回來 好 好